有台灣網友開心買樓 在網路上找了一間專門搞豪宅裝修的設計公司 結果花了大約168萬港幣 除了員工期一拖再拖 成品更嚇襯人 網友在2021年3月開始談 設計公司承諾 起同年的12月31日員工 結果由設計圖規劃 到7月16日才真正開工 去到11月初 還要說因為木工的關係 沒辦法在年底員工 設計公司才拜託萬拜託 更加說要完成一個完美的作品 用來拍照賣廣告 心軟的網友才繼續讓他們開工 以及換了新的木工 設計公司再承諾 22年的1月28日員工 因為需要走公屋的日子 所以樓主要求1月25日 就要搬入新的傢俬和電器 結果客製的傢俬沒什麼問題 但是裝修就遲遲未弄好 最令人氣憤的是 設計公司一直沒有回應 員工的問題 群組裡面 只有樓主和老婆兩夫妻在談 最後當然是要瘋狂講工 作為屋主的網友 更加要起1月24日開始 去到新居幫忙撿樓 25日一到 設計公司就不聽電話 也都不回信息 而裝修當然是慘不忍道 周圍都是脫漏 樓主發想 要求設計公司處理 對方竟然發律私信 要求他給美款 更加說家屬入了屋 就等同驗收通過了 令到這位網友非常無奈 請去找職業 周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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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圍